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经济 而美国的联准会 这回不需要川普总统催促了 主动的在之前的零利率 还有无限QE之后再出手 要增加2.3兆美元的经济刺激措施 同时还承诺说 大家不用担心会继续维持低利率 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而川普总统也信心喊话 他说当疫情过去之后 美国经济将迎接一个大反弹 而全球经济的另外一个变数 就是石油大战 沙烏地阿拉伯跟俄罗斯等产油国 本来已经达成了协议要写减产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一刻 墨西哥突然反悔拒绝配合 所以现在呢 到底这些石油国家要不要减产 又陷入僵局 到底会怎么解决呢 今天大时间话题 我们就带你快来看 我们首先来看看联准会最新的动作 联准会呢 再推出总金额达到2.3兆美元 新一轮的刺激方案 那么这个刺激方案当中 它内容很多 包括主要是这两种 要援助中小企业 还有地方政府 另外还有一个 买垃圾债 好这个垃圾债呢 通常联准会以他的高度 通常不会直接出手去买金融商品 但是呢 我们看到联准会这一回他要买 而且他要买垃圾等级的债券 垃圾等级的企业债券 你说这么大一个 就像是央行 他是全世界的央行了吧 那么这样央行要出手 他怎么会去买一个垃圾等级的债券 那他要买的是有条件的 他说其实有很多的好公司 在这回的肺炎疫情当中 他可能一下子业绩掉的非常多 所以呢 瞬间他的债性就平等 被降得非常低 被降到了所谓投机等级的一个债券 那投机等级呢 就是你去买他家的债 他会给你非常高的利率 那大家也知道嘛 投资一定有风险 这个一定有赚有赔 那你要拿那么高的利率 你要付出的就是很大的风险 所以呢 那叫做投机等级 通常呢 都是债性比较不好的一些公司 会被打入垃圾债 但是很多人喜欢投资垃圾债 因为他觉得 哇那叫高收益债 你去买基金 很多高收益债 听起来很好听 但其实他买的都是垃圾债 好 无论如何 现在呢 我们看到连准会说了 这种垃圾债 投机等级的一个债券 他说给他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堕落天使 本来是天使 但是因为肺炎疫情 哇掉到了垃圾债等级 所以呢 这一回这所谓的 Fallen Angels 这样的一个债券 也都纳入了连准会的 企业债券收购计划当中 那最直接受贿的 比如说像福特汽车 像是梅西百货 他们的债券呢 哇硬生大涨 但其他的恐怕 要再看看 有没有可能雨露均沾 但是呢 我们来看 联总会主席除了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2.3兆美元救市之外呢 他还信心喊话 他告诉大家说 当疫情趋缓之后 经济将可以强劲的复苏 然后呢 他给大家信心喊话说 我们的QE无限 我们是没有期限的 我们的零利率 趋近于零的利率 也没有期限的 没有说突然哪一天 又要升起来的 他说他要竭尽所能 用一切所有 他能够用上的政策工具 要带领着美国 度过这回的经济难关 那么鲍尔也公开的讲话 我们带你快来听听看 The Fed can also contribute in important ways by providing a measure of relief and stability during this period of constrained economic activity and by using our tools to ensure that the eventual recovery is as vigorous as possible We have lowered interest rates to near zero in order to bring down borrowing costs and we've also committed to keeping rates at this low level until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economy has weathered the storm and is on track to achieve our maximum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 goals Even more importantly we have acted to safeguard financial markets in order to provide stability to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o support the flow of credit in the economy We will continue to use these powers forcefully, proactively and aggressively until we're confident that we are solidly on the road to recovery When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is under control businesses will reopen and people will come back to work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economic rebound when it comes can be robust We entered this turbulent period on a strong economic footing and that should help support the recovery 好,我们看到 就是鲍尔告诉大家 信心喊话说 没问题的 他就说 联准会会出手 保护大家的 保护大家的经济 保护金融市场 一定会维持市场的 一个现金的流动性 好,那为什么 联准会突然间 又大动作地出手 甚至愿意来买 垃圾等级的债券呢 主因是这个数字 美国出领失业金 大家通常都用 美国的出领 失业金的人数 来观察美国 接下来的就业情况 还有它接下来的 经济发展 好,那我们就来看 这个出领失业金的人数 660万人 660万人是什么概念 就是全美国 有在工作的人 十分之一 都失业了 要去领失业救济金 本来专家估计说 应该很多 因为疫情很可怕 所以他们说 估计500万人 好可怕好多 500万人 结果一公布数字 我的妈呀 660万人更多 所以这个数字呢 恐怕难看得要命 对于美国的经济前景 真的是太不OK了 联准会赶紧出手 挽救一下 另外我们带你看 经济的预测机构呢 直接讲 美国在第二季的一个经济 恐怕会萎缩30% 太多人都封成令 太多人都有这个 stay at home的order 要留在家里头 不能出门去上班 然后呢他们还预测说 美国全年的经济成长呢 可能会衰退5% 穆迪呢 也是一个经济的预测机构 他说这个疫情 将会令美国四分之一的经济 是处于瘫痪停摆的状态 牛津的经济研究院讲说 现在美国经济仿如坠入黑洞当中 川普一直说 他看到隧道后的光了 但是呢 目前我们看到 他就说好像还没看到光 而不晓得是谁 眼睛可能视力比较不好 IMF呢直接就讲了 他说不止美国 全世界都面临到经济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经济困境 那到底美国什么时候经济可以复苏呢 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鲍尔告诉大家说 只要疫情可以控制住了 就会迎来一个非常强劲的复苏 那我们来看川普总统今天白话告诉你 他说我们什么刺激措施都出来了 不只是联准会的哦 美国财政部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补助啊 这个薪资的补贴啊 就算你留在家里头 你可以领到你的薪水哦 有非常多的财政的刺激 补助中小企业 非常多财政的一个政策工具 通通都出炉了 所以他说这个经济啊 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 会迎来一个big bounce 一个大反弹 然后他说有多大呢 他说是一个大反弹 不是一个小反弹哦 这川普还不断告诉大家 一定是一个好厉害 你一定会看到很壮观反弹 另外我们带你看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 他也讲啊 他讲说这个经济呢 美国经济渴望在四周 也就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呢 要重启 希望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 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去 企业要赶快开门营业 希望快一点 另外呢 我们看财政部长梅努钦 他讲很快五月份可能就要重启经济 然后呢 有这个重启经济之后呢 企业开张了 劳工回去上班了 然后你就看到大反弹要来了 好 这个是美国的状况 但是目前美国乃至于全球经济 还受到一个变数的影响 那就是石油大战 油价不断跌 那你说这个油价最近啊 应该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疫情来了 本来大家的这个需要原油的一个需求就降低了 因为呢 你也不出门 你会加油吗 不出门干嘛开车啊 你也不观光 不坐飞机 那干嘛飞机也不用加油了 那你说也不能坐观光邮轮 那船也不加油了 你看美国航空母舰都定点原地隔离了 他也不用加油了 然后工厂全部都歇业了 那不太用油了 好 油的需求掉下来了 但是呢 沙烏地阿拉伯跟俄罗斯之前在打原油大战 他们就不减产 我就是全力的开采原油 你需求变这么少 然后你开采那么多 那你也知道油价会跌吧 好 那所以呢 一直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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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油价已经跌到跌无可跌 跌到一个不得了的状态了 然后呢 除油空间非常吃紧 我们带你看全球的除油据点 六月份全数满载 油开采那么多 没有人要买 我油要放在哪里啊 你知道现在全世界可以放油的地方 连输油管线里面 现在全部都是油哦 你知道那个水龙头一开 油哗啦哗啦流出来 然后呢 这个油轮 不是观光的 是真的放油的 哦 有的 油轮 现在呢 全部都装满油 然后停在海面上 变成了一个油的仓库 然后停在海面上 他要开去哪 他没有开去哪 因为没有人要买 他就是当成一个除油空间放在那 然后呢 美国据说呢 油多到什么状态呢 油罐车全部都放满油 你们觉得很可怕 好像移动了炸弹 但是呢 他没有要去哪里 他就是停在那里 就变成一个放油的地方 现在的油已经完全没有地方可以放了 所以呢 川普总统对于这个减产的会议 他非常乐观 他说你们最终要减产啊 甚至要停产啊 因为你没有地方放油了 你还开采啊 你傻的吗 然后现在还有很多人油价可能要变成负数了 因为呢 我开采了油之后 不但没办法卖 你要想办法付钱给别人 帮我把油运走 不然我放在这里放不下 好 那我们来看 在今天早上 沙特阿拉伯跟这个俄罗斯一些这个产油国 大家开了一个视讯会议 本来已经达成了协议了 要这个每天减产一千万桶的原油 好 本来都说好了 大家还蛮开心的油价应声上扬 结果突然间杀出一个陈咬金 墨西哥说我不想 所以呢 他拒绝配合 那现在呢 一个人说不要 那整个全部变成僵局 所以呢 现在呢 这个减产协议还是没有定论 那么到底呢 最后这个油价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来很快看一下 西德州原油的走势 西德州原油走势 你看那起起伏伏 这是一个月的走势 起起伏伏 最近不断的往下掉 就是因为最近大家不减产 然后谈也谈不好 本来我们看到这个网上呢 是那天说要谈 本来说要开会 结果就涨了一下 结果呢 后来他们说 哎呀不开不开了 改天再开 哦呦呼噜呼噜又跌下去了 然后呢 今天今天也非常戏剧化 本来呢 早上说 哎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 然后大涨特涨 然后呢 后来墨西哥又说 我没有要啊 然后呜呜呜呜呜呜 又跌下去了 所以呢 这个油价现在也是一日 瞬息万变 到底接下来 整体的一个美国的经济情势 还有油价会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呢 带你看我们的报道 我们需要有一个计划 国家的领域 我们都想要这么快 可以 联总会在疫情蔓延之际 为了刺激美国经济 继连续骤降利率 以及无上限量化宽松行动之后 这回又宣布新的纾困措施 大撒2.3兆美元 主要要提供给中小企业 跟地方政府贷款 对此美国总统川普也很乐见 川普信息满满 称美国经济会以大反弹的方式复苏 美国财政部长美努奇也背书表示 美国很可能将会在5月重启经济 政府会竭尽所能 帮助美国企业重新开张 并且确保经营业务所需要的金流 尽管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相对保守 但日前也曾透露 美国经济有可能在4到8个礼拜内 重新启动 展现美国十分正面 反观国际社会态度乐观不起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 今年的世界经济将遭受1920到30年代 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特别是油价波动 各国也相当头痛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炒了好几周 据传如今已经达成初步共识 全部成员国五到六月开始每天加起来 大约将减产一千万桶石油 大多成员同意减产百分之二十三 两大十对头 沙烏地阿拉伯以及俄罗斯 也都同意将把各自产量降到大约八百五十万桶 但最终OPEC会议还是触交 墨西哥拒绝同意减产配额 等于OPEC也不能贸然行动 让各国是否减少产油的议题再度陷入僵局 远方川普对此大声喊话 专家一再指出各国再不减少产油 全世界的储油空间都要装满了 因此川普认为OPEC最终还是会达成减产协议 让油价质跌回升 川普大力支持减产石油 因为一开始油价崩跌 是因为俄罗斯要打击不在OPEC规范的美国页银油公司 没想到沙烏地阿拉伯祭出割喉战 如今各国见状极力阻止消价竞争 这也为美国页银油公司留下一线生机 也难怪川普对美国经济保持着一贯乐观态度